水上县替罗个计划没过关 管政府立空一九年提出水上车站大白来计划 希望可以解决并高德他车的问题 管政府已经办设计划 既然希望可以建筑替罗个计划 对处以完王家磊提案生力专案设作进行感度 那条台会通过生力 该管政府将车子四十八月去水上车站大平台 去RD5相向六丘 连接一六八山管道到水上车库来回方向 RD7单向六丘 连接第一山北上到水上车库方向 相向单车都看5.5米寒售30公里 建筑物中楼站6楼包括第2站的停车空间 第3四站的商店米是够丁丁 以完王家磊这次关乎立正办理市民会 但是很多民众表示 以完希望替罗能够计划 对处王家磊在计划提案生力专案修作 尽情感度 平常到达和弘律都差不多 差不多十五千 大会主席张议长还有各位议演的关系 我想这个案子已经在委委里面谈过 我想大概大家都清楚 原本也是在政局高家报 那后来是在整个交通部门的审议委委委会 那一直认为审议不会通过水上的这一段 那后来当然有考虑到既然不通过 那涉及到那个主要的交通主摄的问题 那后来经过研究 那所以提出了所谓高家报方案 那整个大平台 提出大平台的方案 那大平台的方案提出来以后 我们后来发现 竟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 它是用都市更新的手段 所以那样的一个大平台 会为整个水上的地标化跟中心化 还有活动空间 还有相关的商场卖场 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主摄更新 所以我基本上会认为说 可以解决这个主要交通主摄的问题 又可以创造出公共空间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方案 不是一个坏的方案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管理委员总理说 设计整个越越早感觉到面穿越好 老板设计、贴线、保障 都能够提起 基盘創造成功 空间改善后有新的都市拥抱 增加休闲空间、提供社区输用 较真后也还要做 总学委员、社博设计定定 要到2030年才会设计刑件 声音宣文章来信、嘉义官、彩虹报登 来,先首先我们要掌声 下一个优先 起床自焚 这家超市就是它的 我们的牛奶凤梨 这次叫做夏之雪 卖得非常好 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 它是一个在凤梨里面 比较难养成的品种 在嘉义刚好在市中 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产品 台湾的农民很辛苦 我把最好的水果带到这份来 希望大家喜欢 台湾 台湾嘉义 派野坡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 美味しい 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 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 山口の人でもね 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 それ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 多く生産している 鍵県の知事 欧松涼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尤其夏天 把它冰一冰以后 再吃 更好吃 食べやすいです あとパインって 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全然繊維がなくて 美味しいです ぜひ皆さん 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